南摩士加穆尼佛及十方诸佛都具备法暴化三身 佛陀们居住在暴身佛土 拥有暴身佛陀的三十二大丈夫像 八十众随形庄严 能令一切友情断移生信的外因缘 但众生是否具有得享这幅报之内因缘 那就要看善根法器与业障的比量了 众所周知 宗喀巴大师乃南摩文书菩萨所画现 七佛之师的古佛文书菩萨本具的三十二相 众生为何不能得见 而只见大师宗喀巴 寒山大师义是南摩文书菩萨画现 为何世人不见南摩文书菩萨的三十二相却只见大师寒山 南摩文书菩萨又画现文集乞丐 他本具的三十二相为何虚云法师不能得见 却只见乞丐文集呢 宽敬法师西随原官法师由极乐世界 离开中天罗汉洞正待过桥的时刻 宽敬法师因自身业力的障碍 他只看得见桥身 却不见桥头 桥尾眼前万丈深渊 早令他果足不前 无法举步 直到原官法师为他点画加持 再持一经咒 大桥的全貌才豁然自显 一路陪伴宽敬法师游览西方极乐世界的原官法师 正是南摩文书菩萨古佛正法明如来所画现 他本具的三十二相为何宽敬法师不能得见 到了都帅天 他的恩师虚云老和尚相告 他才跪拜在地 羞愧地对原官法师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这难道是桥有问题 桥头 桥尾本来没有吗 不存在吗 当然不是 桥的外因缘完全具足 始终矗立在那里 但正如原官法师所说 使宽敬法师的内缘不足 业力胀壁 才使他看不到桥的全貌 要让持经咒的力量 驱赶掉业力 才能看见真相 因此 对普通的学佛人来说 最需要弄清楚的一件事就是 不能在事情的表面打转 只依据眼下的表象分别 谁是佛菩萨 谁不是 那肯定是找不准方向的 如果稍不谨慎 还会误害自己的学佛会命 唯有考察修行人实际的正经 正德 正量和法义 是否是佛菩萨的德静正量 是否是符合三藏秘典能成就众生的法义 才能拨开分繁不定的种种表象 找到解脱成就的疑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